上海而已 來 我要吹啊 講á aha 我鷂出來就好 來後面同學把你的就是這一面露出來 留寫字就把字露出來 這一種 傳承解惑的授業的這一個心譜 給予肯定與鼓勵 那也讓我們的學生就是說 藉由這個明信片的書寫 寫出對老師的感謝 那另外就是說 用手寫 現在的學生也越來越 沒有那麼重視了 我想說手寫還是會有溫度的 那就像今天這個陽光這麼燦爛 那藉由這個同學的手寫 寫出對老師的感謝 那讓老師感受到學生 以及這個社會 家長對於老師的重視 讓我們的下一代的教育會更好 大家一起來做推動 一方面我們在閱讀推動上面這幾年 就是要讓學生他們在閱讀上面 在寫作上面能夠更精進 一方面因為現在用了三星的產品很多 學生其實他們在手寫在表達 或者在他們的表現他們的情感上面 表現他們的意義上面 都可以藉這樣的機會 來做磨練 所以在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我覺得主要 總歸大概有三層的意義 第一個就是感謝老師 感謝私人 第二個意義就是他們剛進國中 國一的同學 他們剛進國中 到一個新的學習環境 他們對新的學習環境的感受 然後新的求學階段他們的心情 然後他們把這樣子的心情 回歸給他們國小的老師 然後讓他們國小的老師在教師節的時候 能夠收到剛畢業 從他們手上剛畢業的學生 被一個回饋 還有國中的新生活 那第三個部分 其實就是跟郵局 跟我們郵政這邊建立一個聯繫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 在書寫也在寫信上面 都用email 都用這樣子的通訊的系統 對於我們的郵政這樣子的 把你的頭 找兩個頭 然後中間就不會被擋住 好 好 好 來 那我們 這方面其實也希望呢 藉著你們書寫的明信片 跟國小的老師來呢 報告呢 你們在國中的呢 生活 來在國中的新階段呢 新學習 這都有一張明信片 你可以喔 把它 放到油桶裡面 我都沒寫 你這個是要寄給誰 你這張 世界快樂 路上國中 讚 將外遊群讚